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第一次被你邀請上來的節目是拿了飛機場過來 那一集我記得有提過,其實我還有一副火車 講到這麼大副的東西,大副火車就不見了,不知是否給了人 但也要提及,做LEGO那集,我那副飛機場 機場主大樓的底板不見了,那個鐘也不見了 但我們有一位老友,私人把板放了一塊鐘給我 我都應該要把它組裝好,拍一拍,放上Facebook那裏 給大家看,幫我完整這副東西 那時候還說,曾經學時有一副火車,Kennedy都說他有 但我那副應該不見了,不知是否給了人玩,誰知不是 就是當我和你做完那兩次節目之後 我就把那些節目傳給我媽媽看 跳癮回來 然後我媽媽又不知如何撤起這條巾,可能換季在撿屋 她說不是啊,整副在床底那裏 其實二十幾年沒怎樣再玩過 但十幾年藏在床底那裏,一直沒有找出來 我還以為不見了 還要是完美,沒有散光 怎知道原來在這裏 我記得這副已經大了少少 那些LEGO不要拆散光,倒到周圍都是 不要隨便把東西給人,因為我知道很難儲存 結果整盒就另外找個盒子 因為原本LEGO的紙盒是很難保持的 很易難的 另外找個盒子裝起來 那些一粒粒就不要亂拆掉 免得貼紙又要重新撕過 然後就連路軌,連這些車卡,連人仔整副 前面這一節,連這個月台 這堆路軌,還有這些路軌 進入盒子裡,怎知道整盒起來 嘩,非常高興 開心啦 失而復得 我覺得值得可以,因為這樣緣故 可以跟Dennis進入火車系列 多謝多謝 那究竟是哪一張照片令到大家悉心起呢 就真的要出來看一看給大家 就是這張 這張照片我記得就 應該一個月之前放在小弟的group 沒錯,就是在我把那個飛機場 已經做完節目 還有另外那些兩副 收起來之後 我媽媽無端見我 三十多歲人無端端做什麼 找個Nego出來玩呢 然後跟我找回這副出來 哎呀,這副就一定要割 這個要,真的要 還有一些故事在背後 我媽媽是死坑死低賣給我 嘩,那真的有很多回憶 我猜你媽媽一定會再看這集 當然會,我錄完這集 因為我現在近看 它DB應該是德國的鐵路來的 這個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只記得七七一五 七七一五 這一套就 來自1985年 其實是屬於火車系列第二時期 這真的沒有考究 其實我也沒有考究 我很遲時買的 我是去到1989年才買的 但其實如果1985年就出 其實跟那副飛機場的時間差不多 嘩,也是 飛機場好像是八四還是八五 其實這一集我們做得很少說 因為台風小姐或者先生 就明天來到了 明天即是星期五 即是我們原定是約好錄那天 就打風 我們馬上看前先錄它 雖然有少許闖綴 但是我們都有些照片 補一下底 和普通聊天都足夠 簡單一點這樣說 可不可以幫我戴鏡子嗎? 其實Nego由1966年就出第一代火車 其實開頭是Pulse Train 即是沒有Motor那些東西 但是到了第二年呢 他們就開始出一些有Battery 幫幫手 我記得第一代 我當然不是在第一代的年代 就已經出了小 但譬如 當我小過八十年代初 有記憶 在玩Nego 看那些Catalog的時候 其實已經看到 尤其是Basic那個系列 甚至Dubro 即是最BB玩的 Ferberland 上次拿過都是火車 Ferberland 可能都有 但是在那些BasicDubro 就已經有些火車系列 男仔 幾歲人仔 即是那時候住在樂富邨 乘地鐵就看到有了 但是真的在一個戶外 看到火車 看到火車很興奮 那時候還沒搬入紳士鎮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火車很興奮 那時候在澳門生活 澳門沒有火車 沒有地鐵 會特別喜歡這些東西 那你這個就看起來是非常新鎮 其實真的 哇大哥 又是一個非常之 意外 完全是意外 一路以為不見了 1989年買回來之後 就砌了一次兩次 在澳門買了 拿回香港 這個是澳門買的 是的 然後一路就藏在家裡 就不捨得拿出來 跟隔壁的小朋友玩的 自己打開 但是上到中學 你就不會玩的 但是去到大一點 後來又搬了屋 應該就把它好好地藏起來 變成好像是一個時間浪 一個時光寶箱 藏在一個地底 突然挖出來 因為完全沒有曬過 沒有性 沒有測過 很新鎮 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形 沒有什麼 但是你都看到 有少許歲月的痕跡 如果你要留意一下 阿楓可不可以去過大鏡 麻煩你 謝謝 你想拍一下車卡車輪 對 大家看到這個近鏡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車輪的部分 很暗啞的 車輪原本是 好像車廂新的鮮紅色 但是車輪已經是白了 又暗啞了 你賣看 其實有很多白色一點點 我又不知道 那些又不是發毛 還是那些膠純粹脫了水面 我猜 他那時候那個輪的膠 是不是不同 本身上面的磚 不同的 你會感覺到那種塑膠質 應該是屬於軟一點 就不會像平時LEGO那顆 那麼硬膠的 於是你看到它的變質 就快一點點 唯一你看到的歲月痕跡 就是這裡 但畫其他東西都是完美的 其實上面那些所謂 就是小小的灰色件 都有點變黃 有少少的 但這些歲月痕跡沒有東西的 而且也需要 我個人這樣看 需要 但鏡頭也有新淺一點 實際上你看到黃黃的 有少少的 其實我想說 你這個是屬於第二代時代的火車系列 今天也想給你看一下 它的配件是怎樣的 阿楓麻煩可不可以出第一張照 麻煩你 這個就是另外題外話 第二字會講的 火車軌 這個是屬於第幾代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的時代都有 那去到下一張就會看屬於你這個時代的出現 那你看到它是有一個 Motor 有那些 那些叫Split Track 對 Split Track 就是你開控制前後 是嗎 甚至乎是否變速 是呀 變速變速 那個Split Control 那根據很多火車發燒友說 他們最享受就是第二 第二次 即是那個叫Second Era 那個時代的火車 因為那時候就有些 Remote Control Split Track 即是全部自動化配套 有訊號燈 控制轉軌 是可以 即是全部拉線到那個控制台那裏 那如果去下一張照片 麻煩你 看看 這就是那個變速器 是呀 這個李最熟 是呀 那你看到上面 這個路軌上面似乎都有一些金屬的部分 是 這個下一張可能會近一點 是呀 它那個裸電呢 就是從中間金屬的位置 金屬裸電 那我估計就是 你這輛 你這輛車 剛才好像你的說明書這樣說 其實它應該可以配一個不同的那個 我也是 說明書就知道 那我這個說明書 7715的說明書 在最後幾頁有說 這個真的要拍照 就要配一個810的那隻 這樣的電池箱 但是似乎它不是一個無線控制的系統來的 它是一個有名線的 嗯 即是你整個 你呢 玩些上來 你要連個人跟著火車一起走 因為條線又不夠長 就停了 扯住了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那種 就是 摩打火車的原理 但是我就是上次去看他們那個show 其實它是有個 是否有個receiver 在這集這樣 我怕被那些法師打 因為我看他們就是 好像有個receiver 可以控制到那個trend 或者是 這個我一直沒有中間 很熱衷地玩這些 火車模型 即是如果你說有Wireless 很容易理解 尤其是八十九十年代 我猜裡面是不是說有個所謂receiver 就是我唯一 有的 你一定很想模擬去像遙控飛機 或者遙控跑車那樣 那你遙控飛機 遙控跑車 你只是有個軚盤 在手上 然後就有條長天線 接著它就是收發 signal 就控制著它那裡究竟是停 還是跑 還是轉彎 即是你玩得這些這樣的遙控跑車 如果你玩得LEGO 而去摩打動的話 你當然是很想有一個遙控系統 沒有條線扭著 變成你就像拿著一個電視機 控制開就可以停 這個小弟都立即在那裡看 可不可以去下一張照片 麻煩你 下一張照片就近一點 你看到其實它中間是一個Metal 就是中間的 這個就像是 比起我現在手上這套路軌 下一代那種有金屬在中間 其實它出到之後那些 就全部沒有金屬 其實變相那些叫做 減了啦 其實遺痞也很難的 你會想著 你會想著 即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說回7715這副LEGO 它出的那個年代 其實那個年代是差不多 那些火車玩具模型 在世上最好賣 最流行的那個時代 相比之下那陣任天堂那些 都是紅白機灰機 又不是說你大一點的小孩子 才喜歡玩 那有些小的小孩子 始終還玩著這些模型火車 我還好記得那陣香港 如果你去那些 現在就有工展會 但那陣工展會斷了很久 但都試過有一些在會展 擺過一些叫做香港工業的博覽 那香港當年 如果說80年代 很多玩具廠在香港 而且出很多那些玩具 就好賣不得止 還有都有一些挺新穎的東西 我還好記得那陣子 就不是看LEGO 就是有一副 那些普通文具店 都有買的一個 那些火車 清氣火車頭 連拖卡 連路軌的模型 可以入電芯 它自己去行 那就不是遙控 你就要入電芯 它自己在路軌走那些 就是賣80元 100元左右 而且香港出 有些還要出得很精細 我還記得試過當年 在會展上 有這樣的展覽 買過一盒是125元 又是有變速器的 又是在路軌拿電的 就不是LEGO來的 但就是當年 香港的廠自己出的 一個很精緻的路軌火車 那條路軌是很幼身的 火車頭也是很小 就是好像一個 你會發覺好像 比支筆粗一點 就是不大的 但是整副東西就很精緻 就是現在我都 那一副 講開那一副玩具 又是找不到 但不是LEGO 所以我沒有那麼掛著 那那個年代 你80年代 至90年代初 是那些火車模型 那個競爭很激烈的 其實是很激烈的時代 今時今日你去到那些模型舖 你都還會找到這一類 都還是很流行 但是當然 你就不會見到小朋友 很發燒 就是每兩三個小朋友 就是一副在那裡 就是一副在那裡 玩火車模型的情況出現 但那個年代是有的 不過其實你都說 都對的 就是發覺小朋友 是特別喜歡交通工具 我想尤其是火車和飛機 是啊 不要說男仔女仔都會是 是啊 很有趣的 剛才展示的那個 就是屬於第二代的路軌 接下來可以展示第三代 應該就是 這個就是第三代 你看到它那個路軌 其實就很符合現實世界的設計 就是兩貼 那個弧度很不同 舊一代很不同 但是像現實世界多 這個就是像現實世界多 那它就是走這個 先看看 是走9V 就由1991年 到2006年 那其實它結尾那隻就是 就是我現在做了少少 research 那我就知道終於 就是終於知道為什麼 它那個train set 現在叫10183 那就是特別popular 原來它就是屬於 這個第三代的 最後一套的火車 就是從兩條鐵去拿電 那我會去下一張 麻煩你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近鏡的 兩條鐵拿電 其實這個挺正的 我覺得 那一定是 其實就 你更加貼 你說現實火車 其實都不是在路軌拿電 它就是路軌 如果你說是紐約地鐵在地面拿的 就會在兩條路軌的旁邊 就有個電箱 在那裡拿電 或者你說香港那些地鐵火車 就在一個加空的 就是在那裡拿電 那這個純粹就是 你會看到就是 你當然沒有可能 砌一個架空系統 但是就 也都沒有那麼多 細節的東西 就是在路軌拿電 我覺得是最convincing的 其實就 你又有得自己砌那一下 那我覺得 即是你會是真的 參與在那個 電路的那個建構那裡 是的 那可以繼續去下一張 麻煩你 下一張這個就是 第三代的 那個controller 是的 那可以繼續去下一張 麻煩你 是的 這個就是現代的 那是控制的 那第二節 有個轉盤也是 很明顯的 就是控制的 有這種轉盤系統 就比較像那些電車系統 是的 挺過癮的 就是玩這些器材 那連那個controller 都好像模仿那些電車 有個懶有個病 那那個就很過癮 是的 那繼續去下一張 麻煩你 這個就是 現代 這個就是現代 那其實 我個人可以插一支 那些technics 那些十字的棒 在中間的 是的 插一個然後再扭一扭 那可以去下一張 麻煩你 那現在正在用的 其實已經是沒有了鐵了 變箱其實就省皮了 我覺得 那你問我 我就 一向都覺得 以前的東西就正很多 是的 是的 又記得 以前 家人經常說西德那些東西好 西門子 那時候是說西德 不要說了 你說拆膠 你都用斯德柳 是的 就塑化劑 真是 這個真的 好像是查到德國 唯一德國牌子沒有 就是德國牌子 你跟著你的紙巾 你都用Tempo 是不是 真的懶得說 德國的東西 現在是極臭一點 以前的年代就說西德 西德 是的 現在你看到 我覺得都是成本效益問題 是的 絕對 你說如果在那個年代 大家火車模型玩具競爭 都很緊要的年代 那你一定要有一些新的科技去贏人 也都有人肯出錢去買 但是你發覺現在大家都不是很肯 再去暗 那個成本效益問題 你又容易爛 那些人又覺得不耐玩 就 你自不然這些又不是說 那麼吸引的時候 就出一些 將貨酒價 去出一些 這一類的模型 其實說到這個題外話 以前的東西就是跟你說實際內容 現在的東西最緊要是快爛 你可以快換 那 尤其是某 電話 我記得 Steve Jobs 那時候就說 要Stay Foolish 和Stay Hungry 其實他還遺漏了一個字 Stay Greedy 我會覺得 其實iPhone 5 5s 6 6 plus 7 說實話 其實function 就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電話 其實為什麼不耐用 跟以前的東西相比 很難聽多過 他的Marketing需要多過 我們真的需要換相機的需要 你是 有些頭訴 那些 我自己用一下 Apple iPhone 我也不用 很簡單的原因就是 你逼著你 你想不換也不行 這些東西 已經 記憶體 摩訶不了你 玩的 因為我現在這部電話是因為之前那部iPhone 5 是爛到用爛,才逼著換,因為我都覺得有些東西 用到就算了,何必經常換呢 回到Lego那裡,你會看到 你如果想找回以前那種供電系統那一套Lego 今天就爛了,很爛了 但我不知道第2、第3代老鬼,第3、第5代老鬼和第2代老鬼 是不是都可以組成的呢 有張相片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很簡單,看看中間是不是又有4格 有一張相片,應該是 我猜是可以的 我記得第3代和第4代那個是貼到的 應該會有張相片的 可以去下一張 有張相片,麻煩你 這個就是題話 其實它就是可以變更 為什麼是說 現實世界老鬼是做不到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臨時問一問 有沒有出過平交道呢 平交道就是單軌 即是它會這樣的 你會幻想,我們現在這個香港 基本上沒有平交道 那些火車和人行的路和那些車路 是完全分開的,是封閉了系統 但你知道以前舊時代的火車 你是會叮叮叮,有紅綠燈,下了一支棍,火車要過了 很多火車過了之後,兩支棍就開了 那些人和那些車就可以走過火車軌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平交道 這個我不肯定 但是 我有印象,有出過平交道 據那班LECOFANETIC講的 在第二時期的火車系統 是正到可以控制那個欄杆 應該是第二代 但是我記得在Catalog裡面有 你知道的,小朋友買了一副77.5 當然要看看Catalog,行一下其他 原來還有這些 永無止境 這些這樣的 記得到最後拍了這些 要啊要啊要啊 那 我很記得它有一副 零零細有一副有個Number 就是一個平交道 有兩支棍在開,然後就走過去 有一個路軌 它好像用一個小斜坡 這樣來去Fill了這個空間 一樣就可以有火車行 但是人就好像有一個平交道 這個好像有相 有的,可以找回號碼的 但是我就 我提醒了 下一張 這個回到剛才那個 第三代的路軌 就接駁去現代的路軌 中間就是剛才那個叫Switching 那我看到這張照片 我令我想起四個字 不是五個字 與國際接軌 但是為什麼它需要這種 這樣的SWITCH來接呢 它那個闊度其實也一樣 還是 闊度也一樣 純粹是納的 會不會差一點 我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譬如 中間隔了四個Unit 兩個路軌之間 但是很開眼界 就是有這樣的SWITCH來接 很厲害 我想大概的意思是 不是純粹給他們的接駁口的位置 可以有這樣的switch去幫助他們 還有其實它那個switch 我想都是主要是第四、第五、 即是現在正在用的 你可以有高低斜坡 哦 是呀 是呀 應該就是可以高低起落 即是很多種玩法之作 可以繼續去下一張 這個小弟實在不夠時間做research 但根據我在這個展覽聽到他們說 這個也是絕版 架空那個 架空那個和上面的路軌 因為上面那個是單路軌 如果說星球大戰太空系列 這種架空路軌 是一分鐘我不敢肯定 我記得是我玩這副火車LEGO的時候 這種太空LEGO的太空路軌 是流行了很多 是有很多的了 那個system系列是嗎 那時候還沒有叫system系列 純粹就是space 即是上太空的系列 已經是出了這些太空路軌 當然了 我就會叫太空路軌 因為是在太空系列出現 後來會不會 原來有第二種 譬如說 想模擬一下這個 持浮火車 或者這些遊樂場的過山車系統 都會用這些路軌 但這個也是有幾個不同系列的一種架空路軌 他們就說現在沒有了 那如果下一張 你會見到近鏡 其實是單軌 我應該有個video 可不可以下一張 是嗎 麻煩一鋒 即是這個 那個show 有個小小video 就show一下究竟它是怎樣run 現在是 就是這樣 即是它就是那個 它是可以自己走的 就有個齒輪咬著這個路軌的那些架 就可以咬著它向前走 這個來自第幾代 說小弟真的不太清楚 因為不是太夠時間做的 如果它是自動的 真的不知道 但你說如果已經是沒有馬達的 那些都是80年代已經有的 沒有印象的 我去到這個show 令我最surprise 就是80年代的東西 到現在還是work normal 是 即是這些會 三十幾年 這些北歐、近東歐那些國家 即是丹麥那些國家 即是丹麥那些國家 這些是沒有得頂的 嘩 即是那個大開眼界 其實就 原本 即原本我是打算做很多很多 research 才做這一集 但見到那個show 肉霸不能 再加上陳博士之前 就放了你 炒了你 怎麼可以不說呢 那小弟其實都叫做 有拿了兩套set上來 但是 你可以說是玩東西之作 但是 他們都 我沒見識過 但我當然很樂意去 放一份 我剛才第一件事 就是把它放上腦軌 嘗試 是行得到的 而且當然它最好就是 有得 轉彎 即是配合到轉彎 這個純粹是靠它自己不要卡住的意思 是下面沒有轉盤的 是純粹前後的 那你這個 我估計 即是 理論上 一定是配合到第二代 或者第三代的Motor 事在乎你怎樣 大家又比較一下 它呢 每個車開車之間的連接 是用一個磁石來做連接 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的磁石是拿出來的 7715那個磁石真的看到磁石的 而且很有趣 就是隔了二十多年的磁力 沒有怎樣散失 即是你其實一般 那些磁石 其實會散失的 會的 你保養得不好 尤其是你 譬如說 將磁石 粘著黏在雪櫃 或者鐵櫃裡 它的磁性是會散油的 它會比較容易 它會將磁石 到其他的金屬體 但是因為 可能也是因為 不是長期將這些車卡連接著 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 它的磁性就相對保持得比較好 但是可以比較到 就是新一代的 它的磁石 因為你如果有一股膠鮑魚 就不會那麼容易氧化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 即是多層保護 即是 這些位置 它也有想到 都幾周到的 嗯 那就是 第一節 先到這裡 那我們第二節 再繼續趕火車 好